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有人说中共的所谓盛世 是建立在底层百姓的血泪之上的 就在中共二十大日渐临近的日子 当局的维稳程度不断升级 9月24日上午 湖南异议人士陈思敏在推特发出消息 称泼墨女董瑶琼的父亲 一个为女儿呼吁的矿工董建彪 23日惨死在监狱之中 陈思敏在推文上说 24日上午10点多钟 董瑶琼的堂哥来电话说 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 昨天惨死在监狱 亲属在停尸房看到了 全身有伤 国宝说五天师内火化 陈思敏说 董父因董瑶琼背诵精神病医院 与董母发生矛盾 而被判刑三年 家属已有两年多没见过董瑶琼了 不知道他在哪里 上述推文发出一个小时后 国宝就找上门来 陈思敏再发一则推文 国宝刚刚来电话 要来找我了 好快啊 我的电话被监听 我要登出关机了 据悉 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是一个矿工 2018年7月董瑶琼朝习近平头像 泼墨被抓后 其父连夜坐车到上海 要求上海公安局告知女儿下落 在董瑶琼第三次被关进精神病院后不久 他又为努力营救女儿而坐牢 中共二十大定于10月16日召开 当局已经实施全方位管控 近日 北京 湖南 及江西等地 众多异议人士已经被警方软禁或强制旅游 北京市公安局日前发布通知 北京行政区域内禁止放飞气球 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气 董瑶琼1989年出生于湖南省诸州市优县 曾就职于好租科技上海份公司 2018年7月4日上午8点左右 董瑶琼到上海海航大厦门口 向张贴的习近平画像泼墨 并说独裁暴政 我对他恨之入骨 随后将拍摄的视频上传至网络 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 董瑶琼在网上发出消息称 现在我的门外有一群穿制服的人 待会我换好衣服就出去 我没有罪 有罪的是伤害我的人和组织 随后 董瑶琼与外界失去联系 同年7月13日 董瑶琼的父亲董建标向外披露 上海国宝曾前往株洲传讯他 说董瑶琼破墨的行为是攻击国家领导人 上海当局要求专家鉴定 董瑶琼患有精神病 并指示上海警方将他送回老家湖南省 让他住进湖南省的精神病院 人权活动人士王建宏也发推文 呼吁湖南当局立即释放董瑶琼 让他与父亲遗体告别 他父亲董建标只是一个矿工 但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他的人 2018年7月他破墨后被抓 父亲连夜坐车到上海 要求上海公安局告知女儿下落 在他第三次被关进精神病院后不久 又为努力营救他坐牢 直到9月23日 惨死在湖南查林监狱 国宝说5天之内火化 2018年7月16日 董瑶琼被上海警方送回老家湖南省优县陶水镇 与他的母亲和弟弟见面后 即被带往诸州市第三医院入院 这家医院专门以治疗精神病为主 对于董瑶琼是否真犯有精神病 诸州三院的医生曾经在电话中向媒体揭露说 董瑶琼是政治犯而不是精神病 据悉 董瑶琼曾短暂出院 后又被二次关进精神病院 第三次关进精神病院至今已超过三年 家属有两年多没见过董瑶琼了 9月25日星期天 意大利5100多万合格选民中的多数 前往投票站投票 预计 意大利这次大选将选出 自二战以来最右翼的政府 并且造就第一位女总理 路透社报道 根据两周前公布的民调结果 由意大利兄弟党带领的一个右翼联盟 看来会赢得明显的胜利 而兄弟党党魁乔治亚·梅洛尼 有望成为首位女总理 作为右翼联盟的领导人 梅洛尼明显将成为下一届总理的人选 右翼联盟还包括马太奥 萨尔维尼领导的北方联盟党 和前总理西奥维奥 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 在2018年的上次全国大选中 意大利兄弟党仅获得4%的选票 这将是来自罗马 今年45岁的梅洛尼 一次令人瞩目的政治崛起 意大利有政治动荡的历史 下一任总理将领导 自1946年以来的第68届政府 并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尤其是不断升高的能源价格 欧洲各国的首都和金融市场 在不安地观察意大利这次大选的结果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更加注重维持欧洲团结的欧盟领导人担忧 意大利将可能成为比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 德拉级领导下更加难以预测的一个伙伴国家 而市场多年来一直忧虑 意大利管控其大量债务的能力 目前意大利的债务相当于 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约150% 美洛尼淡化其政党的右翼根源 将该党描述成主流保守派政党 他承诺支持西方对乌克兰的政策 并且不会在严重遭受通胀影响的经济上 采取任何不当的冒险行动 有迹象表明 梅洛尼和其盟友之间存在分歧 北方联盟党的领导人萨尔维尼 批评更高能源价格对意大利的影响 将之归咎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带来的反例 而领导意大利力量党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在竞选晚期再看上去 是在为普京辩护的言论引发了巨大争议 有分析指出 此前意大利是中共一带一路在欧洲的主要伙伴 如果右翼政府上台 将对中共在欧洲的扩张政策形成巨大阻厄 乌军现在反攻 用所向披靡来形容 可以说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 美国的援助却是关键 据基辅独立报9月24日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月24日晚发布消息称 乌克兰部队近期击落了俄军两架苏30 一架苏25以及一架苏34 与此同时 乌克兰国防部也在推特上说 今天是乌克兰军队的好日子 是俄罗斯空军的坏日子 一架苏25 两架苏30 以及一架苏34被干掉了 与此同时 乌克兰国防部长在推特上说 俄战机之所以被击落 是因为美国提供的独次防空导弹发挥了作用 让不可能变为可能 谢谢我们的伙伴 我们会赢 该消息目前在福布斯的新闻也报道了 据悉 乌克兰军队日前在东部战场展开了反攻 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夺回大量领土 莫斯科已经陷于绝望和疯狂 梅根现在完全成了皇家的八卦明星 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Valentine Lowe 透过新书提报 梅根曾在婚前对哈利王子下最后通牒 若是不对外公开恋情 展现两人之间的感情有多认真 我就和你分手 吓坏哈利 太阳报报道 新书Cortius The Hidden Power Behind the Crown指出 哈利与梅根约会期间 面对大批记者试图挖掘她的新女友的生活时 曾下定决心要把梅根保护到家 但据传梅根当时却对哈利说 如果你不发出声明 表明我是你的女朋友 那我就要和你分手 而哈利则是感到惊慌 Valentine Lowe指出 哈利当时向肯兴顿公通讯秘书卡纳夫致电求助 请对方发表一份声明 证明梅根是她的女友 公开两人恋情 并谴责部分媒体报道设计种族歧视 这是Valentine Lowe对于梅根一系列爆料内容的其中之一 新书援引内部人士与前助手的说法指出 虽然梅根试着在2018年 与哈利访问澳洲期间 努力塑造正面形象 但私底下却完全不同 书中指出 梅根很享受外界的关注 但无法理解王室露面走动 与无数民众握手的意义 许多名工作人员的说法 她至少有一次说 我真不敢相信 我这么做居然拿不到钱 哈利与梅根2017年11月27日宣布订婚 但Valentine Lowe透露 在2017年春天 也就是哈利与梅根宣布订婚的六个多月之前 梅根试图让王室工作人员知道她的到来 她直接对哈利的一名顾问说 我想我们都知道 我很快就会成为你其中的一个老板 尽管关于梅根的传闻不断 但哈利对梅根始终格外宠爱 英媒OK杂志先前报道 哈利在13岁生日前丧母 让她深受打击 甚至在成年后自曝 曾以叙旧滥用药品来逃避童年创伤 直到她遇到梅根 才愿意指示自己内心的阴影 接受治疗 2017年 女王还特别为她破例 允许还没嫁进门的梅根公开出席王室活动 而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世的悼念活动中 哈利不避讳地在公众场合对梅根表现出温柔体贴和保护 把手轻扶在梅根腰部 还帮她开车门 受到粉丝称赞 现在看来梅根欲夫有数 不仅让皇室丑闻满天飞 还让二皇子服服帖帖 扮演了打击王权政治的先锋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